許多利用一些雞尾 想不發聲 需要注意兩種因素 第一 魚要新鮮 例如魚要選一些油水 或者即使是湯中放在這裡 也選一些眼睛很透明 望外很精靈 和光澤的魚 這都是比較新鮮 第二項必須要注意 做任何魚湯都好 在湯開魚肚的時候 裡面有些魚血 必須用清水把它清潔乾淨 魚湯裡面如果沒有魚血 你熬出來的湯都會喝下去更鮮甜 亦都不會有腥味 想魚湯奶白一點 大家不妨去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就是將魚尾或魚旗的部位剪掉或斬掉 因為在煎的過程 魚旗或魚尾很容易焦 或是煮的時候會浮出灰色的食物 如果不蒸的話 將魚由生煎熟 很大機會因為它會煎的時候 魚的汁液會走出來 很容易煎到鍋鑊會煎熟 煮出來的魚湯就不太透身 以來蒸熟 它會有些多餘的水分排出來 通常這些水分會帶有些魚腥味 蒸了出來 你用清水之後 也會去魚腥味 煎熟的時候 將魚整細碎 分得很小粒 然後再加入凍水煲 反而下凍水慢慢開大火煲的時候 它會有多餘的油份 會跑出來浮臉 我們在這個時間就撲起了它 第一次煎香了魚肉 然後加入水煲 大概會將魚的50%的味道帶出來 就是一斤至兩斤魚 就加入五斤水煲 煲出來大概是兩斤至三斤水 然後把它煲到一個合適的濃度 你需要的濃度就隔起了它 然後剩下一些魚渣 然後重複這個步驟 把它炒香煎香 然後再放到凍水煲 可以拿到又多又濃的魚湯 如果想用魚湯的鮮味 一般會用淡水魚 例如鯉魚七魚 如果你想有魚湯的厚度 即湯喝起來很濃郁 就會用斑骨去煲湯 如果用魚手術後 用來調理 我會建議大家用石崇魚 譬如孕婦的話 就用梳羅魚 如果想再簡單一點 可以搓一塊豆腐 或者一些新鮮的鮮腐竹 放在一起煲 魚湯也會更加奶白色